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3年的9月份和10月份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尼分别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当时提出一带一路的形势背景是什么 现在的形势又出现什么新的变化 中美的世纪博弈为什么会走上全球世纪之争 其中的逻辑又是什么 牺牲台湾或者放弃台湾 还有卖掉台湾 美国财卖牌的底牌到底是什么 视频道可以关注天下大财经 首先喜欢世界 欢迎回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14号出访中亚 对哈萨克斯坦以及乌斯比克斯坦进行国时访问 这也是习近平在2020年1月以来首次出访 并在乌斯比克斯坦的萨马尔罕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习普会 并且参与了上海合作组织第22次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 那么一次同时呢 美国参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 也在同一天也就是14号开始审查台湾政策法案 鉴于这个法案的内容呢 对于意义中原则具有极高的争议性和挑战性 形式的发展对于中美关系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引发了各方的高度关切 所以神先生您如何来观察习近平这次中亚执行 以及中美关系之后的走向 想听一听您的观点和评论 表面上看啊 现在在中亚发生的所谓看到的习普会 或者上海合作组织峰会 那么另外在美国来审议什么台湾政治法案 好像没有什么太直接关系 其实它关系非常密切 如果你把它放在一个全球世纪 中美世纪大博弈的大框架里面来看的话 OK 这是您长细以来所说的 全球一盘棋中美大博弈的概念 那如何来去评价和观察 刚所说的习近平的中亚执行 还有习普会 包括上河峰会 还有台湾政策法案 等等这些事件的影响 好 作为第一步呢 我认为啊 应该就当前的形式 找出一种感觉 找出一种特殊的概念 用这个特殊概念来提一个纲 切个领 也就是说提纲切领 提纲切领之后 你就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全局观了 然后你把这些事件 放在这个全局观的一个架构里面 摆在它一个适当的位置 然后呢 关注他们B事件的关系 然后再仔细看每一个事件 它本身的性质 它未来发展的趋势跟方向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对整个全球局势的一个发展 做出一个比较 一个准确的观察跟判断了 那么全球这个大局势的 刚或者领 该怎么去提呢 这个提纲切领呢 实际上换一个方式来讲 就是定一个标题 这个标题要切中要害的 那么就当前全球形式来讲 我认为这个提纲切领的标题呢 我认为比较最合适的 就是下面这个标题 那就是21世的全球霸权之争 谁将胜出这么一个标题 那其实21世纪的全球的领袖之争 说到底就是中国和美国之争 现在的情况是越来越明显 但是如果说我把事情放在几年之前 五年或者十年之前 可能很多人没有这个感觉 那么这种形式 它是怎么样出现 怎么样形成的呢 一方面是自然形成了 二方面我要说一句话 是逼出来的 那么简单的做一个回顾 大约在十几年前 这个我当时对全球的形式 特别是中美关系的时候 像我就提出全球一般中美大博 一直概念 我相信那个时候 一般人是没一直感觉的 那么过了几年 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之后 那么中国GDP变成第二 美国第一 那么这个时候感觉了 就越来越清楚 但一般人没有 那么果然没错 2012年 哈佛大学的艾利森教授 就正式提出修理的陷阱 我觉得这个概念提的太棒 这是点睛的一个评论 但是一般人可能还是没这感觉 甚至认为这个概念不需要提等等 一直到了奥巴马 这个重返亚太 到特朗普印太战略 那么到了2018年 这个特朗普开始对中国 采取了一连串的什么战 什么战什么战 然后打出什么什么牌 越来越猛 越来越下手中的时候 大家那个时候 还有人很多反应 哎呀 咱们中国也许是太张扬了 什么厉害了我的国 引起了美国高度的警惕 或者不满等等等等 我认为这个不是重点 对 我记得当时很多人就批评 中国好像忘记了 韬光养晦的一个教会 您是不同意这个观点的 您说这不是一个问题的重点 没错 我认为重点不在这 根本跟韬不韬光 养不养晦不相干 重点是只有一个 就是中国现在是老二了 那么美国老大对中国老二 当然有更多越来越大的戒心 跟提防 甚至于要去老二后快 所以你才看到美国开始 对中国下重手 这个一直把中国往死里打 是这么一个背景 是这么一个逻辑 的确是发展到今天 最近几年 大家清清楚楚的 终于看到这个事实的真相 但即便如此呢 很多人还是认为说 你中国就应该安心的做老二 何必处处和美国争锋呢 我觉得这又是一个误区 这个概念不一定对 甚至是完全错 理由很简单 你一旧便是 你就是中国想安分做个老二 美国不把你当做老二汉 美国是认为你在挑战他 威胁他 所以美国一定把你往世界 打到他认为你不足以威胁到他为止 其实这些年来 整个形势的发展 的确是如您所预料的那样 也就是您所说的 都是被逼出来的这个意思 没错大家都感觉到看得出来 中国根本没有那意思 中国本来根本没有那意思 中国就自己在发展自己 而且中国一再挑 一再这个 挑明了 跟美国说 怕美国有所误会 我不会挑战你霸权的地位 但有什么用呢 所以我刚讲 关键是他把你当做老二 他把你当做挑战者 他一定把你往世界打嘛 所以这个形势继续发展下去的话 那么只有一种可能 或者只有一种选择 那么中国迟早会 感觉到会发现到 我要是继续被美国打 那么我要怎么 不能够被美国打开去呢 我只有比他更强嘛 只有一种可能 或者只有一选择 意思就是 你无处回避 也无法闪躲了 只能是直面美国了 所以这个形势 就自然就变成了 一个21世纪的 那个世纪之争 这个形势 很自然发展出来 也是被逼出来的 对吧 它是一个逻辑的必然 它也是一个 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 明白 就是躲也躲不了 你只能是勇敢面对 其实就非常接近 现在的形势了 没错 所以我就说 21世纪的世纪之争 这个两强的世纪之争 它已经变成一个 没有悬念的 一个态势 或者一个趋势了 那唯一的悬念 就是随会胜出 这样一场 历史的大戏正在上演 全球每个国家呢 也都在目组着 这个大戏的发展 当然其实每个国家 也或多或少的 会成为这场大戏 直接或者间接的 一个参与者了 对 你讲这个历史大戏 我完全同意 这个历史大戏 一定要主角 主角就两个 一个中国一个美国 毫无悬念 是吧 那么有主角还是不够 还要有配角 那配角就一大堆 其他国家 当然还少不了 还有丑角 是吧 那么其他一些小国呢 就是跑跑龙套 那么这个历史大剧呢 请注意 它在两个场域里面 同时进行了 它剧情的发展呢 这第一个场域呢 是地缘战略的博弈 地缘战略 那第二个场域呢 就是个别领域的 短兵交锋 比方工业 贸易 科技 货币 军事 太空等等 两个场域同时进行 就非常清晰了 学先生请您展开 跟我们具体谈一谈好吗 那么首先呢 我们看到这个 大家现在目光第二年 都集中在上河峰会 或者是西部会 这是没错的 但是呢 大家如果再往深层次看 你就可以看到 这其实现在的形势呢 就预示到 一带一路的二阶段 正要开始起步了 一带一路 我们是非常熟悉的 一带一路2.0 这个2.0是什么意思呢 好 这样看吧 这个我们要分两头块 一方面呢 就是大家看到这个月 这个习近平出访中亚 到哈萨克斯坦 然后到乌兹别克 有上海峰会等等 根据媒体报道 行程的确是这样安排的 但是这跟一带一路2.0 有什么关系呢 行 那我们先把这个行程呢 暂时搁一搁 那么现在简单的回顾一下 当初的 我所谓的1.0 是怎么发展出来的 那么回想一下 9年前 就是2013年 就习近平刚上台以后 没多久 他就出访到中亚 而且出访中亚的是 第一个大国 就是哈萨克斯坦 然后在哈萨克斯坦 就正式提出了一带的概念 就是丝绸之路经济带 当时就这概念 那么接下来下一个月 就是10月份的时候 就出访东南亚的大国印尼 那么在印尼那个地方 就提出了一路的概念 就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这是两个分开的 没有年代一道 又过了一个月 就在11月的时候 中共18届三中全会 在北京举行 那么这个时候 很自然就把这个一带 跟这个一路相提并论 于是这个时候 大家看到 有一带一路概念 但只有中国知道 是吧 那么又过了一年 2014年的11月 中国主办APAC峰会 那么这是一个 非常好的时候 那么习近平作为 中国国家领导人 正式向亚洲 正式向全球 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 同时在这个倡议的同时 那么中国还提出一个建议 一个跟一带一路相配套的 亚投皇的建议 那么果然亚投皇呢 也就在第二年 也有2015年的6月 也就正式成立了 你说这个一带和一路 是分别与哈萨克斯坦 以及印尼是有关系的 没错 那么所以呢 你看有多么巧合 那么这一次 这个九年之后的今天 那么习近平又出访了 哈萨克斯坦跟乌兹别克 那么所以呢 你就可以把这两个 年代起来想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 应该是意味着 另外一个一带一路的 新的阶段的 2.0阶段的 正式要开始了 如沈先生所说 如果说把过去九年 一带一路第一阶段 称为1.0的话 那么自然 从今天开始的一带一路 可以称为是2.0了 那么在1.0阶段 一带一路取得了哪些成果 在2.0阶段 又会有哪些的展望和预计呢 那同时 这跟中美的世纪大博弈 又有什么关系 在全球的领袖之争当中 谁会胜出 精彩内容 马上回来 好 欢迎回到 齐平天下 现在我们一起回头去 看一看 这个一带一路 将近十年的发展 确实在全球范围之内 都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有很多人很好奇 就是当时 中国为什么会提出 这个倡议呢 沈先生 以我的观察 一带一路提出 基本上有它的偶然的因素 也有它一个必然的因素 我们这样看吧 分几条来看 第一条 首先我们注意到 当中国在2010年GDP 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之后 就引起了美国的警惕了 所以美国就开始在战略上 针对中国在西太平洋 你把奥巴马就提出了 重返亚太 那么后来 还有特朗普的印太战略 都是在中国的东边 就西太平洋 增加对中国的战略压力 那么面对这个形势呢 中国一方面要在这个西太平洋 这个对美国的这个战略进行抗衡 二方面呢 中国又想到 必须要增加自己的战略终身 战略终身就要往西发展 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提出西布拉开发 然后再从西布拉开发 再开始出现所谓的一带一路的概念 那么这是一个战略的一个大布局 那么第二条呢我们注意到美国呢为他自己本身利益 那么他认为全球化对他不利的 所以他开始反全球化了 这个反全球化对全球是不利的 对全球的外需呢是一种打压 就压缩了全球的外需 全世界都同蒙其害 但是呢中国在这么一个形式上相反的又是最大的一个优势的国家 因为中国本身有14亿的最大的一个内需的一个市场规模 不仅如此 请注意听 中国还有一个以中国内需为主 向外面延伸的跟中国内需有关的亚需欧需还有非需 亚洲的亚欧洲的欧跟非洲的非 那么这个呢是中国独特的一个优势 那么这也是一带一路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逻辑跟基础 那么第三呢我们注意到2008年中国第一条高铁建成之后 那么中国有所谓的基建狂魔 在短短十几年十年里面 中国现在变成全世界的高铁王国 那么这个高铁王国这个铁路的铺展了 当然给一带一路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最佳的物质基础 所以前面三条加起来呢 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以前我特别提到的一百零几年 这个差不多一百零二年吧 这个一个世纪之前 那个麦津德提出来的一个世界岛 已经出现了一个若隐若现的一个现象了 所以就是当时一带一路的一个形式和背景 也和这个世界岛的概念产生关联了 那先生最近这十年当中 一带一路的形式和背景又有哪些新的变化 这个短短的不到十年时间发展变化还是挺大的 首先我们出个图板 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呢 中国在这个十年里面已经变成全球制造的大国 中国制造的冲产只是超过日本美国加上德国之总和 那么第二中欧班列从2011年开通 那一年只有17列 那么到去年这个2021年就差不多就15000列 15000列你看发展数多快 第三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俄罗斯还伊朗 这三国家中国是最大能源需求国 那两个欧洲那个伊朗跟这个俄罗斯又是全世界最大能源供给国 就是无意中就形成了一个准能源联盟啊 然后呢北斗覆盖不但覆盖到亚洲 而且覆盖到整个地球啊 那么等于给一带一路提供的第三维的啊 一个一带一路概念 然后上海合作主持人还有金砖持续扩容 这个大家都看到了 啊还有一条就是中老铁路 老郭啊中老铁路通车 终极五铁路明年就要开工啊 人民币国际化也因此获得很大的一个助力 这些都是在回去 那十年前你没办法想象的 这一带一路十年之后有这么一个成果 哇这样一分析 其实在各领域过去十年当中取得的成果 或者效果还是非常显著的啊 这也说为什么很多国家都在排队 等待加入上河组织啊 金砖组织这样的现象了 我觉得这个现象很值得关注啊 就我觉得是相辅相成的 一方面一带一路呢 提供给相关的国家更多的利益 也就引起了相关国家更多的愿意加入到上海合作组织啊 加入到一带一路 所以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 非常好的一个发展趋势 哎您不说还不知道 一说之后我就发现这个特点非常明显 其实它不同于一般的国际组织 或者说是机构啊 它是规模很稳定 或者说变化非常小 但是上河组织它是一个动态的 或者说是持续增长扩容的 像这次的这个在乌斯比克斯坦的萨马尔哈峰会上 伊朗又加入了对不对 你想的非常对 几乎是唯一的一个全世界的一个组织里面 在不断持续动态发展的啊 这个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上河组织啊 那么它最早是1996年啊 呃当时中国俄罗斯还有三个斯坦国家 那么建构成了一个五国的啊一个机制 当时的重点是在反反恐安全的啊 那么然后过了几年以后呢 在2001年乌斯比克加进来了 这就变成六国的一个机制 正式叫做上海合作组织 总部是在上海 那么还有一个部分是在乌斯比克 那么又过了十几年 到了2017年的时候啊 有两个国家 这两个国家有意思的一个巴基斯坦 一个是印度啊 双双加入 那么到今年2022年啊 又有一个大国 伊朗就开始加入了 所以这个发展的过程呢 是不断在增长 那么今年往后啊 可能趋势发展会更快 的确是在持续性的增长扩容啊 根据媒体报道说 好像现在还有至少十个国家 在等待排队加入上海组织 没错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啊 这个呃 总的来讲 像上海组织的这个成员的 那个范围的覆盖啊 现在已经从这个东亚啊 中国在东亚 然后往中亚延伸 往南亚延伸啊 然后再往西亚再延伸之中 呃 目前呢 是刚才九个国家 比较有趣的 这么多国家要加入呢 我觉得很好玩 那么现在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上海 合作机制里面大概有 有这么一个设计 它跟分成三个层次的 这三个层次的成员国 是九个 现在已经定了 没错 接下来打算排队要升级到 成员国的有三个啊 阿富汗 白俄罗斯 蒙古 那么伊朗呢 原本是在这个观察员国 那么这一次呢 加入到九个成员国之中啊 然后再第三个 九个对话伙伴国啊 这里面有 埃萨白江 亚美利亚 柬埔寨 尼泊尔 土耳其 斯里兰卡 埃及 卡达尔 沙查拉伯啊 除了这些 都希望能够成为成员国之外 我再补充一点 在这个图板上还有差不多五六个国家啊 比方说阿联酋啊 马尔代夫这些 他们都很希望能够进入到对话伙伴国或直接进入到观察员国等等 所以呢 这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啊 正在不断壮大中的一个特别的一个组织 其实持续性的增长扩容它在于国际或者说区域性组织来说是十分罕见的 那您怎么解读这种现象呢 我的观察是这样的啊 因为商合组织一开始的定位呢 就跟别的组织不一样 它是一个开放的 开放就是欢迎啊 啊 许多国家加入 那么针对的首先是针对亚洲地区的国家 然后针对的新兴发展的国家啊 那么只要符合一定条件 那么就欢迎他加入 所以他的朋友圈呢 是会越来越大的 那么这是第一点 第二呢 他为什么会吸引那么多国家进来呢 我认为他里面有几个重大的条件 这第二条件呢 就你可以看到中国俄罗斯是里面两个大支柱啊 然后还有印度 还有现在加入了伊朗 这都是大国 那么这个大国在里面呢 对于其他还没有加进来的国家是有吸引力的 第三很重要条件 是中国基本上是一个 不是很明显的领导者 它是一个领导者 一个国际组织领导者非常重要 如果一个组织是美国领导 大家就会联想到 它就是一个霸权心态 它就是以美国利益为主的一个组织 中国不是 中国给大家感觉是一个开放的 是公平的 不干涉内政的 这个是在今天全世界组织里面 最稀罕的一个东西 而中国给大家这么一个信任感 再接下来第四个理由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组织到目前为止 它的互补性非常强 互补性非常强 市场有中国跟印度的两个 28亿人口的市场 制造业有中国 有东南亚 然后能源有印度 能源有伊朗 有这个俄罗斯 还有中国 在金融体系上面 有深圳 上海 香港 然后孟买 还有那个迪拜 这些 基本上它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概念 然后我们再看到 它又专门为这个上海合作组织的两个 亚投行 对不对 而且还有在这次开会决定 即将要成立这个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 对吧 再来就是高铁 那么中老高铁去年重车了 再加上人民币 作为一个地区化的货币 现在的形势越来越清楚了 所有这些条件 可以说是非常完美了 所以这么一讲的话 那么上海合作组织会越来越庞大 越来越壮大 是逻辑的必然 是各方面其实都体现出了 上海合作组织 它的一个发展潜力 或者说是强大的生命力 那如果说按照目前的势头发展下去的话 您对于未来的一带一路 或者说您所说的一带一路2.0 有什么展望 我要说的是前景可以期待 甚至于夸张地讲 是前景无限 那么我们把刚才我们所讲的 那个画一个图出来 那么这个图基本上就已经看到 世界导致一个轮廓出来了 你可以看到 从中国出发将来到韩国 到东北亚 到东南亚 然后到南亚 然后到中亚 然后到西亚 还有一条应该到中东的 这里面没有画出来 然后到非洲 到欧洲 那么所以这样子的话 亚欧非基本上就出现一个 经济一体化的形式了 这个120年前 迈金德所预见到的一个世界岛 这个轮廓呢 是越来越明朗了 那这样一种这个地缘战略形式发展 应该会对美国形成越来越大的压力吧 完全正确 我相信美国正在承受 来自于类似像上海合作组织 这么庞大的扩张的压力 但是我要补一句啊 美国今天跟中国在做世纪博弈的时候 它承受压力 绝非仅仅来自于中国跟美国的地缘 博弈的战略 就我们刚刚在分析的 还有一部分就我前面提到的 还有第二个领域 第二领域就是许多啊 在个别领域中 中国跟美国正在出现的直面交锋 那您所说的这些个别领域的交锋 主要是哪些领域呢 那么我们前面曾经出过图板 我们现在再把它出一下 那么最主要的交锋呢 我认为发生在下面几个领域 第一个就是工业 第二个是贸易 第三个科技 第四个货币 第五军事这个太空 那么这六个领域是 现在中国跟美国正在短编相接的啊 交锋的啊 交手都非常厉害 那么而且呢 美国承受的压力呢 我可以跟各位稍微描述一下 所有这个六个领域 倒退十年倒退二十年前 中国是远远落后于美国的啊 但是到了现在啊 三年五年前 或者到目前 中国要不是已经追赶得很近很近了 要不就是已经赶上来了 要不已经就开始略略超过美国了 所以你可以想见 美国在这方面承受的压力 绝不仅仅是来自于 一带一路的地缘博弈上给他的压力 同时还来自于不同领域 短编相接之后 给美国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压力 OK那面对这样的情况 美国到底该怎么办 美国会怎么办 这让我们联系到美国国会正在审议当中的台湾政策法案 难道台湾牌是美国最后唯一的一张牌了吗 美国会怎么打 精彩内容马上进入到评说新语 好进入评说新语 先生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台湾牌的底牌 说到台湾牌最新的就是台湾政策法案了 那如果说这个法案获得审议通过的话 它对于台海巡视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相当值得关注 因为照目前这个美国国会里面提出的台湾政策法的内容 相当抵触一中原则的 这个北京绝对是不能容忍的 那么目前的白宫跟国会方面做了某种妥协 做了某种缓和 但是呢现在还没完全定案 那么但是不管怎么说了 这个是抵触到一个中国原则的 北京一定会做出一些反应的 但是我要说的一句话 就是根据我以前的分析 现在美国针对台湾打什么台湾牌什么的 中国大陆就是北京的一定有它自己本身的节奏的 就像我以前分析的 中国大陆对处理台湾问题 有它的大节奏中节奏跟小节奏 那么小节奏的 马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下个月 这个二十大里面就可以看到一些端倪了 那面对北京的这个大中小节奏 美国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我觉得美国它实际上的 大概最多就三种可能选择吧 第一个就是美国现在正在积极推动中的 就希望把台湾变成一个乌克兰 所以你可以看到对台湾的军售 借助台湾的军事组织 台湾的这个军事的有关的各种等等内容 它都进来了 它就希望把台湾当做一个 类似乌克兰一样的一个牺牲的一个牌 来消耗中国大陆的崛起 这目前我们大家可以看到的 但是呢我刚刚讲 中国大陆有本身的自己的节奏 美国这个牌未必打得响 而且美国自己也可能会有点顾虑 因为这样如果硬上的话呢 美国还不一定真的能够在那上风 所以我觉得美国它自寸呢 有可能不一定走这条路 有可能走另外两条路 那另外两条路可能的路是什么呢 另外两条路可能的路就是如果他觉得这个把台湾当成吸尘牌 而记不得逞的话那只好摸摸鼻子 就等于放弃台湾了 这个当然现在一时之间还看不到这个 但将来一定会往这方面走的 那么在第三个呢就是我以前曾经提过的 美国曾经有一个念头就是把台湾当作一个筹码 来跟中国大陆进行交换 就是把台湾给卖掉 现在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以前就提过这种类似的想法 所以总的来讲美国有台湾牌有三个底牌 一就是牺牲台湾 第二个放弃台湾 第三个卖掉台湾 到底是哪一种呢 由时间来给答案 视频道理今天希望你喜欢 下周同学生再会 下周见